东部地区好山好水提供最优质的农业环境 而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东部的特色农产品 农粮署也跟宜兰花莲台东等地方政府以及农会合作 首次在新北市的淡水河畔举办了假日的市集活动 把产地直送的当地农产品带到市集来贩售推广 同时现场还有DIY体验跟试吃的活动 要让民众爱上东部的好味道 饼皮内塞满三星葱包覆后鸭皮再下锅油炸 瞬间香气扑鼻 另外一边大颗香甜火龙果被切成块状 露出红色果肉加入冰块打成果汁也很受欢迎 还有这一包包一年一起跟做的宜兰盐水米 还是从日本新系取得的月光米米种 带回宜兰有机栽培口感软中带Q 健康食品我比较少看到 花冬都觉得还蛮天然蛮纯净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一试吃就忍不住购买 因为这全是来自豪山豪水 台湾东部产地直送的当季农产品 农党署跟宜兰花莲台东三个县市的地方政府 还有农会合作 首次在新北市淡水河岸举办假日市集活动 每样产品还都有经过把关严选 好的农产品都是经过农委会农养署 跟县政府精心挑选 都是有通过有机产销履历 或是生产追溯的农民所生产 那可以追溯到生产者 除了带来优质农产品 也希望能够借机带动地方观光 让民众能够游农村吃当季 感受农村乐活与生命力 记住问题 叶林凡新北市报道